迎波男子拼车拼出大麻烦 不管是家常女人也好 还是家常面包也好 只要做的人开心快乐 拼车的背后可能有 拼些的嫌疑 高调背后好人好事不单纯 所以无力不起早 父亲重病 孝顺女儿爱心转移有点难 当我想起来报恩的时候 徐大哥已经过世了 夫妻对不爱心背后有私情 那周一龄叫谁叫妈妈 你哪怕一分钱没有 但是如果你对你孩子有爱心 你依然是一个伟大的母亲 欢迎收看重庆卫视大声说出来 有请主持人龙友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我们重庆卫视 为您推出的大型心理交流 沟通节目大声说出来 这是一个可以让你尽情宣泄情感 尽情表达观点 尽情抒发情感的这么一个舞台 也许在生活当中不是我们随时随地都有机会 表达自己的观点 可是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沉默不在世纪 好的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 今天我们现场的三位嘉宾 著名的情感作家曾子航先生 著名心理专家周晓峰小姐 著名时评人李毅先生 他们三位通常会在我们节目当中 基于我们的倾诉人 或者基于我们所有人 他们自己的最好的观点 今天也是这样 那么我们今天将看到一个怎样的故事 我们今天将会听到怎样的心声 我们今天将会见到怎样的一位倾诉人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倾诉短片 2013年元旦前夕 实名认证赵文峰的网友 在微博上发了一条 找人免费搭乘顺风车的消息 而微博上贴出来的图片 则是一辆黑色的家常林肯 微博一经发出 就引来不少网友围观热议 并纷纷将之称为史上最牛顺风车 一时间各色囚搭者汹涌而至 但更多的却是铺天盖地的是非褒贬 没想到会面临这么多人的责骂 有的人说我炫富的 有的人说我作秀 甚至于还有一些人身攻击 我就纳闷了 我做好事 我就是免费的顺带他们 这也成了他们漫漫的对象了 我做免费顺风车的事情 这难道也有问题吗 做了好事 现了爱心 反而不被人接受 却是遭人质疑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具体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到底这样的爱心和这样的好心 还要不要继续下去 这是我们今天这位倾诉人 最想表达的心声 所以让我们用掌声 有请这一位倾诉人 欢迎赵文峰 很帅气 很高兴今天在这里跟大家交流 三位嘉宾也在这儿 我们要聆听你的故事 是不是网友对你开着林肯这一事 他们作业就像你刚才所说的 作业点会多一些 对 数量什么样的林肯 加长大概有9.8米 因为这个车子 其实我觉得 也不是特别的豪车 咱们浙江那边 这也算一般的了 就是三物用的 一般的了 我大概问一下 市场价多少钱 如果是新的话 大概在200多万吧 这已经很豪了 是 在浙江不算 对 在那边还真不算 那边豪车太多了 那叫多少钱以上才算豪车 在浙江 浙江算中国 我我前几天才跟到一个 呃他们一个 呃老板买了一辆 阿瑟马丁一千多万 那车是也是商务车 那个不是商务车 对呀 但一般的商务车 一般宝宝七夕或者 那也比这些 奔驰S级的 那跟他差不多了 对呀对呀 那都差不多 连这都不算豪车 那同样的车才算豪车 你要理解他是谦虚的说法 你说真一个开法拉利的人 他也会说 哎 法拉利不算好车 啊 这样啊 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们通过一段视频 先来看个究竟 事件引发的空前关注 赵文峰始料未及 也难怪 就像搭车者初见这辆顺风车时 所受到的震惊一样 他就很激动啊 我一开始看过去 我就 真的有一辆家长 林肯停在那里 我靠 我就 我这样没过去的 首先外部上面 看上去就 已经震撼到我了 然后到里面去的时候 哦 原来是真的 里面的话 电视机也有的 然后酒杯啊 什么的都有的 然后又特别特别长 那座位也蛮多的 我的小心脏 触动到我 就觉得 哦 好神奇哦 终于坐到这种车 千军万马的球搭者中 最终搭上这趟最牛顺风车的 幸运儿 共六倍 去杭州的路上五位 回宁波时 搭车的 只有在宁波读书的 大二女生 郑盈盈 以及唯一一位 往返全程的 林小仙 就因为它是豪车 就有很多人都在传播 然后大家都看到了 我就过去 跟我同学吃一顿饭 然后就回来了 我坦白地说我的心情 第一 这辆车 我先不说是在江浙一带 在重庆这一带 它的确够扎眼 第二呢 想说有这样的消息 我一定会怎么着 我没事 我也要报名去拼这车 所以也难怪 当有这样的一张照片 和顺风车这样的事情 在媒体上一发布 那就炸开了锅 我觉得 你想说自己不炫富 它也 有人会说 你就是在炫富 我有一个问题 因为你刚刚一直在说 这是个公益的事情 我想问 你刚刚说 你说我一直其实在做拼车这件事情 你做这种拼车的事情 做了多少年 或者做了多久 我是两年以前 我自己有车子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免费在路上搭人了 两年以前 两年以前 这个陆陆续续的人是 应该是上百 我具体没统计过 从这里面我交了很多朋友 我从那边出过一个事情 然后我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你要做这件事情 每个人如果先爱心 或者说公益 他可能会做一些 大家常做的事情 而现在拼车 毕竟在全国范围 是一个小众的事件 你为什么希望来做这个事情 来达到你的公益目的呢 因为我是在前些年 有一年春节 我是从宁波拼车 拼到我们四川那边去的 您曾经拼过这个 我就说搭哪一家的车子 因为我从这里面 能够感受到 我们搭顺风车所带来的 除了方便我自己以外 我还在里面体会了很多乐趣 但是我想请另外一位 不赞同你这么做 有另外观点的人 我想把他请上来 我们欢迎丁强 主持人 各位嘉宾 观众 大家好 我叫丁强 来自黑龙江 然后在重庆工作 好 你听说了刚才 我们文峰这事 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去年7月份有这么一个事 我去成都出差 然后要签一个很大的单 合同 当时之前就联系了一个 就是拼车的 结果在路上 这车就抛锚了 坏了 坏在高速公路上 刚好是就那么寸 全部招村后招店 手机信号都没有 所以这单子就泡汤了 等了几个小时 最后下午很晚到了成都 然后结果很不好 所以回过头来 我就会仔细去想这个事 心里面越想越去越觉得 很不爽 很不平衡 然后我就去找这个 拼车的人 像他这样的人 我去找他 我去找他理论 我说这个事 你是不是得负点责任啊 当时心里我是这样想的 我在想 是 现在这个时候 我是出了一个经济问题 我是一些经济上的损失 财产上的损失 那还好我只是财产上的损失 我也活泼烂跳了 我站在这儿 可以跟大家讲这个事 那如果我是一个生命损失呢 你因为车出了事 我挂在路上了 我怎么办 我回来我找谁说理一下 所以我就很 现在开始我就坚决反对这个事 那你说你在拼车的过程当中 你会有很多乐趣 会产生很多快乐 你在追寻你自己快乐的过程当中 你就没有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吗 不一定你要的 别人就也一样都要 所以我觉得你把拼车这个事看得是 正是因为这样 是它中间存在了很多乐趣 存在了很多的快感 但是你不能否认它中间还是有其他的问题存在的 我不否认的 对 但是眼前你现在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你怎么去保证你的 你怎么去负责任你搭你车的人 这里面说一说我会 你怎么去负责任搭你车的人 能够保证他的自己的财产生命的安全 我们都在这里面来 我们拼车无非就是两个点 一个是人的信任的问题 对不对 另一个就是安全的问题 信任也是需要一个条件的 你听我说 不可能无条件的信任 我第一次建立我凭什么的信任 你第一次见我 对不对 我请你借我一万块钱 你借不借 你信不信任我 我说你信任我吧 你借我一万块钱 我现在所从事的企业 里面有一大部分的业务 或者是有大部分的产品 我是想要做这样一个互数拼车的平台 让他们有更多的交流的空间 听到现在 说一千到一万 用家常林肯做免费顺风车 而且还是借朋友 不 朋友的朋友的家常林肯做免费顺风车 我除了炒作 我想不出第二个可以成立的理由 对 我其实跟李懿的看法一样 是这样的 我不是完全认为你肯定 百分之百的在炒作 但是我跟你讲 在现在这样一个年代 有一些明星做公益 我们就看到了 在公益背后 传递出了一些 不可告人的目的 尤其是这两年 所谓的慈善门 乍捐门 不断地发生以后 我们就发现 某些名人也好 明星也好 他做一些善事背后 其实在传递着一种 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目的 你这个事情本身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局外人 我不了解内情 但是所有的人都会觉得 这个事情并非这么简单 如果你这次不是 开来这样一个加强林肯 你不可能上央视 你不可能来到大声说出来 两位老师 我这样说 我是发自内心地 想要做拼车 这样一个互助的事情 然后我可以这么讲 如果你们认为 我做好事 这里面是炒作 我希望全社会的人都来炒作 都来做好事 好不好 我坚决支持你 好不好 但我跟你讲 我坚决支持他 人家做这个事情已经做两年多了 不是说他第一次在做 如果他第一次做 好你可以说 这人用了一个加强林肯来炒作 但是他的地区却把这件事情 再坚持下去 并且还要一个最重要的是 我们看到电视上面 你放VCR的时候 所有搭乘搭车的人 大家很开心很快乐 我们不就是想把快乐传递给别人吗 这样为什么不可以呢 我觉得不管是家常林肯也好 还是家常面包也好 只要做的人开心快乐就可以了 炒作也有炒作的基础 没有家常林肯的人 他没有能力炒作 还有判断一个事情是不是炒作 我们要看这个事情之后 谁是得益方 你比如说赵先生 至少现在家喻顾小 我觉得你说得很对 谁是得益方 你呀 搭车的人啊 对不对 搭车的人没得益吗 他们免费可以从宁波到杭州 杭州到宁波来 而且这里面我创造的是 有更多的人想搭车的人 说拼车的人 也能够来做好事 也能够参与到搭车里面来 这不就是好事吗 我想问赵先生 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我是宁波一家网络公司的一个创业者 也可以说是个小老板 你网上有一个你的网站 对 是这样啊 先别打岔啊 别那么狡猾 你得回答我那题 就是这次这个拼车事件之后 你的网站的点击率是不是高了 你是什么网 他这是什么网 是什么网站 是做什么的吧 拼车网吗 是这样啊 一年前 他的坏效 不忙 一年前 还要是对不起 我打断你一下 他现在要是把这个网站名说出来了 是不是更我们都皱了他的套了 我不用说名字 江苏豪 这个网站名字我没有主动说 是你们逼我说的啊 对不对 你果然不见到了 我跟你讲 你可以不说网站的名字 但是你告诉我这个网站是干什么的 我现在告诉你 嗯 不许说名字啊 哈哈哈 一年前我自己在大人家的时候 里面发现了跟刚才这位先生 很多的这些问题 包括安全方面啊 包括一些纠纷 后来我发现 如果我能够建一个网络的互助拼车平台 然后再结合一个手机的一个移动应用 那么这可能从一定很大程度上面来解决这里面的一个信任和安全的问题 那我想问你的网站盈利吗 我们网站是全公益的 里面所有的都不收费 那你的 而且我们还可能使用 手机软件呢 都是免费的现在 广告呢 广告都没有 赵先生我再冒昧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说现在这个网站是公益的 你拼车也是公益的 那你靠什么为生啊 平时 我们现在建立这个微拼网 我们叫微拼 微博的微拼车平台 你还是把名字说出来 我们平台本身是由一个咱们杭州地区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做天使投资的 现在是支持我们做微拼网 所以我现在了解网友的质疑究竟在哪里 就是在这个所谓公益拼车的背后可能有拼爹的嫌疑 就是说赵先生说他不盈利 那么我就怀疑他可能他爸爸给他支撑 或者他家族背后有巨大的资产 所以无力不起早 好 我们现在图个一段短片来看一下 现在拼车这类事情到底有哪些问题存在 好 一起来看 我是只要要外出或者要出行之前 我习惯性的先发一条出行的信息分享出去 然后自己在路上如果看到一些等车的人的话 我就会停下来 你好 请问你到哪里啊 我免费送你一下 好 不好意思 路边随机大人难在不容易取得对方的信任 而通过微博提前联系 也存在着另外的难题 姐姐给你零钱也准备好了 你看 补贴你 钱我不要给我捡 被抓住了当黑车了好不好 什么抓住了 油钱要给你的 如果一直不给钱 那这个风气也不好的 那有些人会贪得便宜的 那给卡油的人多了 给了钱不给钱 两种责任完全不一样的 不是给不给的问题 不是 这是自愿的问题 你让我拼车是你的事 我愿意拼你的车是我的事 这个不是由你说了算来 这顺带 如果我 没有 不然你不走这个路 你就不会耽误你的时间 这个真的没关系的 下次我搭你的车好来 我不一定给你搭车的 我一个女的旁边坐了个男的 多奇怪 就算是我想拼车 对于一个陌生的人 看人一样 我从不熟悉的车 开到我面前 问我搭不搭顺风车 这样天上掉馅儿饼的事情 我觉得好像有一些 我是不敢上这样的车的 万一中途你开的荒酒野领 前不招车后不招点 你把我 正是因为很多人 都有像您这样子一些担心 所以说我才会想到 去做微拼网 以及无拼车 刚刚在VCR里边 有个女的乘客 说了一句话说 旁边坐个男人很奇怪 真的我觉得 如果是作为一个 普通的拼车者来讲 我也会有双向的一个 这样的奇怪的东西 第一是 如果是个女的 然后我去拼车 坐在旁边一帅哥的车上 我有一个担心 可能我老公也会有担心 我爱吃醋 第二呢 我也爱吃醋 我们小区里边 就是以前只是普通的邻居 我们约着一起去看电影 我的老公的车 先是刚好到 那个女孩的单位门口 最后再来接着我 那个女孩上车以后 就坐在第一排 等我过去以后 女孩没让座 因为她好像觉得说 停在那路边上 然后让我上车 没关系 所以我只能拉着门 因为我不可能说 下下下我坐前面去 不可能要讲 但我就把后门拉开 坐到后面坐 一路上下特别不爽 你知道我这种拼车 对我来讲特别不爽 我老公开了车 前面坐的我们的邻居 都已经认识了 但是我还是会不爽 回家以后 我真的跟这件事情 我跟我老公娘吵了一下 我跟他讲 我说很明显 前排应该是我来做嘛 他说人家都上车了 我也不好意思 把人家推下去 所以我觉得就是 如果我们拼车 会实现很多这样的 家庭矛盾 你怎么来解决这种事情 你这个是属于 拼车双方里面的 这个事情了 就是说我们跟 拼车本身要建立在 双方互信的基础之上 对不对 这个不在她的 商业模式的考虑之力 的确 这个拼车 它碰到了一个 很大的问题 就是两个陌生人 或者几个陌生人 同时在一个 封闭的空间里头 的确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年代 有一个现象 大家必须承认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 这种信任度 尤其是陌生人之间 是越来越低 就是我们现在 这种信任缺失的情况下 这种拼车 会不会 就像刚才丁先生说的 反倒得不偿失 就是让很多人之间 产生一种距离感 就像你刚才那小片里头 本来你好心搭人 但是实际上 十个人里头 只有一个人上车了 这个问题不解决好 的确这个拼车 可能短时间内很难发展 这个拼车一定是好事 刚才你所说 所有的这些社会效益 都是对的 从我个人意愿上来讲 我也希望它能够实现 问题是你的商业模式 我指出两个问题 第一就是 两位嘉宾刚才所提到的 社会的信任基础 它不具备 一旦你拼车 过程中出现任何一次 比如说 以拼车为名的抢劫 或者是拼车过程中的 交通事故 一旦出一次 国家可能马上就会叫停 你这块灰色地带 你这一块已有的商业领域 瞬间就会消失 第二 这玩意不可行 跟 因为什么呢 拼车跟黑车 在管理上难以界定 我觉得李老师说的是 非常一针见血 其实这个事情 我是这么看的 改革开放当年 其实也有这种风险 但是我们改了 而且我们现在每个人 都享受到这里面的红利 拼车它所带来的 未来的这种 推进社会这种效应 它也是很大的 不能够因为说 这里面有一个案例 或者怎么样 一种风险 就去否认它 国外他们是 专门有一个立法的 就是关于拼车的话 它是有一个 叫做民事合伙 这一个概念 但是在我们中国的话 很难去认定 你这次收费行为 是那个盈利性的收费 还是非盈利性的收费 所以说我在这里了 也希望我们相关的 法律局的朋友 也能够早日地 可以把这一块 完善起来 丁强 甭管他怎么巧说如簧 当然也甭管他 如何据理力争 在这儿我想听一下 你的态度 你个人对他前阵 做的用林肯 用家常林肯 招募拼车这事 你又怎么看 其实开始我觉得 那是他的一个个人行为 我不去做评断 但是在之后了解了 他的所谓的后面的网站 他的一些操作之后 我觉得我可 在我心里的起码 我是确信的 他是在操作 他是为了自己在打基础 好 这是你个人的 即使是他现在是 可能他从做公益的心情 去出发 去做这个事 但是我觉得你是在 利用了这个做公益的心 是 你是以公益的心出发 但是你的目的是 为你自己 好 这是丁强的观点 我先在这儿谢谢你 谢谢你今天 勇于说出自己的观点 好 谢谢 想算欢送 谢谢 但这会儿呢 我想听一下我们厂下观众 你们的态度 你们怎么来理解 文峰所做的这个事情 你们认为他 纯粹是在做公益 做好事 遭遇舆论的公众的不解 还是确由炒作 或者其他的目的 为背后的推手 你们自己怎么看 我一看这种 就是纯粹的是一种炒作 白手很好的事情 弄成了 弄成感觉不怎么好了 拼车它归在是相互信赖 相互信任的 但是我认为你是在利用这种信任 利用这种信赖 把它做成了一种炒作的把戏 赵哥 我支持你 而且我是学生 经济也不宽裕 在节假日期间 能够搭顺风车就最好了 我希望你能够到重庆来 你能做到这是 从您播 我争取做到 我所谓的努力 我的目标就是 希望我们的顺风车理念 铺骗我们整个全国大地 今天我们的文峰 他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有他的在密事当中的一段困惑 他到底该不该继续做好事 到底该不该继续从事着 他所说的工艺 拼车的这个事情 如果你们认为他该继续 请举牌 这超过我的想象 特别感谢大家 基本上是所有人 我相信这个时候 你会有一些自己的态度 不管你先前的委屈怎样 可能这个时候 你会有一些改变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 有请文峰 走上我们的大声台 说出你的心里话 我今天站在这里 特别想要对大家说 每次我在外地出差 一个人打不到车 看着一辆辆的空的私家车 走过我身边的时候 我心里是挖凉挖凉的 我们的社会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我认为 倡导我们拼车这个事情 倡导我们顺风车 这样一个对社会有真正意义的事情 是真正一个正能量的传播 我本人 我自己的事业 我以后要长期从事的事业 一定会把我们拼车 常态化在我们中国真正能够生根发芽 能够扑向我们全国的每一个城市 每一个地方 谢谢大家 好 谢谢文峰 拼车本身它不是坏事 但是呢 我一直不同意 用家常林肯这样的豪车去拼车 我更不太赞成 用一种炒作的方式 来推行这种所谓的拼车事业 因为我觉得拼车在中国目前 的确还有很多技术环节需要解决 所以呢 我对今天的这个倾诉人赵先生 我还是有一句忠告 拼车的路还很漫长 需要一步一步走下去 看一次我们今天好像讨论的是 一个拼车的行为 但其实我觉得我们更多的是 在讨论人和人之间 如何拉近心理距离的行为 所以我在想 如果在我们这个世界上 或在我们的跟旁人接触的时候 我们能更多地理解别人 包容别人 能够让我们的心 跟别人贴地更近的话 有可能才能让我们过得更幸福 有可能才能让我们感受到 别人的关爱 也能让我们更多地去关爱别人 文峰呢 是为了他自己的商业目的呢 是进行了一些可爱的炒作 我个人认为呢 这个无伤大呀 因为拼车一个小小的成功 可能会代表我们整个社会 往前迈进了一大步 在一个讯息很发达的社会 在一个互联网很发达的今天 我们每个人可能 因为一件不经意的事情 会引发一个轩然大波 当然不管是大家的观点在哪里 我希望这样的小小的事件 所引发的轩然大波 能够推动这个社会积极地进步 这是我个人所希望的 最后希望张文峰 你自己所认定的这条路 希望你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 往前走 好的 接下来我们认识下面的这位 亲属人 接下来即将呈现 父亲重病 孝顺女儿 爱心转移有点难 当我想起来报恩的时候 徐大哥已经过世了 夫妻对部 爱心背后有私情 那周一年叫谁叫妈妈 你哪怕一分钱没有 但是如果您对你孩子有爱心 你依然是一个伟大的母亲 我叫刘学荣 是一家小超市的老板娘 今年已经48岁的刘姐 三岁时患小儿麻痹症 从此不能正常行走 即便这样 她从2008年到现在 一直资助三个贫困学生念书 这一种习惯行为的惯性延续 我不光是要从经济上帮助她 更要从精神上鼓励她 四年的爱心捐助 让刘姐的小日子 一直过得不宽裕 直到去年九月 父亲查出患有癌症 刘姐开始担心 自己的经济能力 11月 她在天涯论坛上 发了一条爱心转让的帖子 想把这三个贫困孩子 转让两个 给其他好心人 继续资助 我考虑到家里的具体情况 已经转让了两个孩子 现在就剩下最后一个孩子了 她还要求我放弃 我很想跟我的老婆说 把资助小孩的这个事情 先暂时放一放 我们的基础基本上就花完了 以后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我们只有卖房子了 因为我老板病了 他是真的爱心 我一想起他的病我就难死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到底该不该放弃 最后一份爱心呢 这位倾诉人所说的爱心 他想转让 但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 爱心可以被转让 或爱心怎么就转让 接下来呢 我们就有请这位倾诉人 感恩欢迎 你看您是需要坐着还是 霍金她说过 她说如果有三分钟的时间 站起来行走 那将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三分钟 我能站着干嘛要坐下 好 您坐 你不是将我的军吗 我这没法做的 好意思 哎哎哎哎我要坐 霍金还说过 她说能坐着就别躺着幸福 刘姐她所以要资助 现在的三位学生 是因为曾经有人搭聚过你 对 所以你要报恩 那时候我才22岁 就是我身边的同学朋友 他们都工作的工作 上大学的上大学 我呢就感觉被社会抛弃了 就特别的觉得自己 特别的多余 是这个世界上多余的人 就搭了搭了一辆火车 她就开到哪儿我不知道 我就想她开到地球的尽头 嗯 我就不想活了 到那个山上 我就 那时候还下着雪 我就想冬死自己 雪大白 她上山去放羊 她就救了我 她劝我活下去 然后她还给我找到工作 找到什么工作 社办企业 手上的火炉 都适合我做的 然后中间就有一个张家小伙 她可能也来 我没注意到她 嗯 反正后来那个张家小伙 就成了我现在的老公 就张家老伙了现在是吗 挺滑稽的 我觉得这段过往还是挺美好 甚至而且很浪漫啊 那我们现在可不可以把 张家小伙请上来 你请她吧 好 我们掌声又请张家小伙 张家小伙 您欢迎 张家小伙现在已经 老伙 老伙了 你看满头的银丝 夫妻之间牵手这么多年 为什么现在要闹着 闹别扭 关键是现在家里面 家里面的情况 越来越老伙了 小孩他也不管 我们小孩的老爷也在生病 他老爷现在化疗 已经六个疗程了 每一个疗程的话 都要花几万块钱 我已经顺着你的意识 已经转让那两个孩子出去了 现在这剩下 这最后一个孩子 你就让我留着吧 小麦不如 一个月只有一千多块钱的收入 我们经济就特别困难了 你不要听他说话 我这个知足小孩 不光是经济上的事 我是精神上的事 我是精神上的一个知足 精神上的什么事 你看我之前我为了报恩 我报徐大白的恩 我报恩的时候 当我想起来报恩的时候 徐大白已经过世了 已经不在了 这已经成了我一生中永远的痛 那你对刘大白 尽管他人已经不在 我们还有没有 后来我只能给他的 三个孙女报恩 怎么报 就是每年给他们祭典钱 能力有限 就是在资助世界的时候 你感到一种自信 我觉得我还可以 我还有能力资助别人 我还有能力帮助别人 这个世界还需要我 一种价值感 没错 那捐助这三个孩子 又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这种存在感 这种价值感不能中断 我当初 我当初跑到北方去自杀 不是就因为觉得 被社会抛弃了吗 我要是觉得大家还需要我 我有这种存在感 我才能活下去 钱又不多 每年一个孩子才300块 每年一个孩子才300块 三个孩子才900块 关键是家里的小孩 你也不管 老爷你也不管 到医院去看过几回老爷们 都是我每天早上 把饭弄好了之后 给老爷送出去 那些孩子更困难 那些孩子 那些贫困孩子的家里面的情况 他们势必 那个怎么说 家徒势必 对 家徒势必 一口锅都是缺的 关键是现在老爷生病 我们家里面 我们的困难可以克服 我们的困难可以克服 怎么克服呢 这边已经没有了存款 然后我们的小卖部的 收入有不多 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 不是也没有房子 也是一无所有吗 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吗 小孩马上要结婚了 又没有钱 这又是一事 他老爷又在生病 而且现在 孩子都已经长大了 我们刚结婚的时候 不也是一无所有 没有房子 也是靠自己的双手 那么孩子结婚 他也可以靠自己的双手去挣 这是我的观点 我先听下我三位嘉宾的意见 嘉宾 我可是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我这不光是钱的问题 这真的是一种精神之助 这种事叫 谁做谁知道 其实我特别理解 这个刘大姐的心情 但是现在这个经济问题 也的确是一个燃眉之急 就有没有可能这样 经常跟孩子通通电话 有没有可能 或者在网上聊聊QQ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 孩子在成长期 除了需要金钱的帮助之外 其实更需要一种爱 我以前好的时候 我可以跟他聊 可以跟他打电话 我现在遇到这么多麻烦事的时候 我一点都不想让他知道 我一点都不想让他知道 我反而不能跟他打电话 其实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我不要他担心 是这样的 其实你跟孩子说 也是一种缓解压力的方法 因为孩子长大的同时 他也需要 就是说关心别人 其实也许孩子有些好的建议 对你缓解压力 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家里边也需要花钱 家里边人也需要关注 同样你也需要 把爱心再扩散出去 可是最重要的现在 可是是我在上门上步 三个孩子我站在那两个 他让一步都不行 可是现在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听到 您丈夫说的一句话 他不是在 因为我没有听到 他完全说钱的问题 他说了两个观点 第一个是 爸爸生病了 您都没有去看了 第二个 你不方便呢 去看是他的责任 我们分工 也不能这么说 我在家里面继续经营 我的小媒电 他就跑跑路 去看我爸爸 照顾我 我觉得探望一下 生病在床的家人 这个是天经第一吧 再忙都得去看你眼 我爸爸是半个月在医院 半个月在家里 爸爸半个月在家里的时候 我陪你 是您的父亲 还是张大哥 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 那我不能说 就更应该去看 就是即便是张大哥的父亲 您也得去看 而且还得看得更好一些 对不对 对啊 因为您刚刚说过爱心传递 爸爸在病床上 我们知道得癌症的人 化疗特别的痛苦 他根本需要 你也去关心他 也需要你把这种爱心给他 如果您能多给爸爸 这样一些关心的话 是不是老公这边 其实就更好说通一下了 是不是这样张大哥 爸爸回来了之后 在家里面生活 您听到他说什么没 您听到您丈夫在说什么没 关键来 我们家里面条件 现在不准备了吗 张大哥都要急哭了都 不着急 我们都好好地思考一下 先看一段短片 让我们更多地了解一下 张大哥和刘姐他们的生活 和爱心传递的 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背景 刘姐的老父亲 已经卧病多时 但提到捐助爱心一事 他的脸上扬起了 我们难得一见的笑容 最近我听到那个内心 他的高叔 高叔以后 当时听到以后 我都很惊讶 为啥 因为他自己的生活 都有困难 老同志的话 咱们到一个场景 我感觉高兴 他肯定支持他 因为他这个现在 虽然是说 他找不到好多气 再困难的话 他就去删起来 要稍微好一点 起码三点饭没问题 穿得没问题 对不对 我做这个 所以应该支持 支持他 把这个事情做下去 哪怕我们此刻 借用一点 少买点利用点的气 对不对 这样的父亲 当然会有这样的女儿 我觉得您父亲好伟大 自己在病态当中 而且坚守着癌症的煎熬 平时跟爸爸顶嘴的 最多的是我 但是最理解我的还是爸爸 等他老爷好些了 站在一起帮助 对对对 还一会儿 帮助那些小孩 也看一会儿 您看成吗 刘姐 不成 或者你跟那孩子商量一下 不行 为什么呢 不能把这种困难 跟那个孩子讲 他还小 对了 他不是在万州吗 对 你们俩见过面没 没有 从来没见过 没有 他也没到重庆来过 没有 没有 就一直在通过电话 在进行着 捐助和被捐助之间的 我都学了驾照了 我有驾照过 同学们 我都学了驾照了 我什么时候 买了车之后 我会去看他 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 还买什么车呀 这样吧 刘姐 我给你想一辙 我们计划把周灵什么 周一灵 周一灵 请到你跟前来 行不行 现在 一方 不是播放VCR 我们请周一灵到现场来 不就四个小时车上吗 我们再多等等就行了吧 来 我们掌声 欢迎周一灵 好 谢谢 好 谢谢 来 我们和周一灵 谢谢 来 来 来 你看你们干的事 不应该有这么小的孩子 知道这些事情 别哭 小艾琳的父亲三年前已经 已经去世了是吗 那跟我说一下 跟大家都说一下 妈妈呢 爸爸妈妈就走了 妈妈就走了 爸爸生命了 妈妈就怎样了呢 走一年 我跟你讲要坚强 他也是这样坚强过来的 妈妈去哪没跟你说 那你这几年你都是怎么过的呢 跟我大坂一起过 跟你谁 大坂 大坂 就是大坂 大坂 今天见到我们的 大坂 这个刘阿姨 平时你怎么称呼她 阿姨 我肯定还是要立挺大姐的 我肯定还是要立挺大姐的 因为的确我觉得这个家庭当中 不再换来 你用你家里边能够承担的经济费用 和你的能力 你去支助孩子 而其他更大笔的消费 或者花销 由其他人来支助孩子 那如果要转让出去的话 我有三个条件 第一 必须是大老板 要有钱 第二 要有爱心 起码要跟我沟通 第三 要资助到周一零大学毕业 为什么一定要大老板 所谓经济上 能力放在第一 经济上放在第一 那就是有能力就可以 为什么一定是要大老板呢 不是大老板 也一样有能力可以资助他呀 老板要多大才有资格入选 我们李懿是小老板行不行 我不是老板 我也是一打工的 我个人有一个不情之请啊 我觉得当着孩子的面讨论 该不该资助他 我觉得对孩子的心灵是一种伤害 是的 对 我建议 这个时候希望让孩子暂时离开一下 要不 我希望你在这中间学会坚强 好 一定要坚强 暂时 暂时离开惠惠好不好 好 到我们编导姐姐那去一下 乖 乖 我的心好痛 为什么我们要谈问把爱心转让 我会觉得我们如果把爱心跟经济放成两边的话 刘姐的爱心会一直存在下去 并且一直延续下去 而经济问题由其他人来解决 我不知道您资助伊林 您刚刚说是一个月还是一年多少钱 一年 一年才三百块 一年三百块钱 我来出行吗 爱心继续由你来承担 可不可以 那周伊林叫谁叫妈妈 你 不行 都叫妈妈 成吗 不 或者咱们不要这么纠结这个问题 孩子得到帮助 首先是急需帮助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把这一点先做到 对 对不对 对 刘大姐 其实我要 可能我对你稍微有点质疑 就是你整个爱心我特别感动 但是有两个细节 我认为可能就是会传递一种 不太好的信息 或者给孩子 比如说你刚才 其实一直纠结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不给钱好像就不限爱心 刚才我们小孟老师提出了一个疑问 还一点就是刚才我们两位几位 刚才我们几位嘉宾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疑问 就是你特别强调转让有一个前提 对方是个大老板 而且孩子当时在场的时候 我为什么要求孩子必须退场呢 除了我觉得孩子这时候会受到一种伤害 他觉得他像一个皮球被人踢来踢去 第二点呢 我觉得他可能还会受到一个不好的影响 就在于 孩子可能会觉得 性爱心跟你钱多钱少会画等号 你知道吗 我希望他做得好 我希望帮助他的人 比我的条件更好 我可能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 因为我这两年做了很多相亲节目的 这个专家 就是现在相亲节目 我不知道您看了没有 出了很多这种拜金女和物质女 但是我想拜金女和物质女是怎么来的 就是因为从小父母穷 然后呢 不给孩子足够的爱 反倒给孩子一个错误的印象 是因为我父母穷 所以我得不到爱 那么我怎么获得爱 我肯定要找个有钱人 但我不说您是要培养拜金女 我的意思就是说 您那一举一动 一定不能给孩子传递一个信息 就是说钱多钱少跟爱心多少是画等号的 您哪怕一分钱没有 但是如果您对你孩子有爱心 您依然是一个伟大的母亲 请记住刘大姐 好 我想听听看我们今天现场的观众 看你们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啊 年轻人思维活跃 我的思想年轻 你们支持我 我想听听看你们的态度 我不支持刘姐这个观点 我觉得就是您是追求您的爱心 爱心辅助这个观点 这个是没错 但是现在你的家人就需要爱心辅助 但你却为了别人自己家里的不顾 你觉得你的家人怎么想 你觉得你现在你的家人不需要这个爱心辅助吗 我很支持您的这种做法 谢谢 我觉得您虽然生残 但是您的心却不残 我相信在这份爱的包裹下 这些孩子已经真正的成为了您的亲人 我希望您的这种做法 能够得到您的家人的赞同 希望他们理解你支持你继续走下去 我支持你姐 谢谢 谢谢 还有现场的观众吗 来 那位姑娘 我很支持刘姐的做法 因为怎么说呢 像爱心这个事 不是每个人都想做 却都做到了的 而且我觉得在这件事情的解决上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人物 就是小林的妈妈 然后我就想的是 如果小林的妈妈能够看到这个节目 你回来看一下小林 看一下 因为她只是一个孩子 她现在这么小她只是一个孩子 她需要的是她的亲生母亲 如果在这个时候你抛弃了她 那你当初生她出来干什么 你根本不配做一个母亲 不管是谁 我觉得在这个社会上 一个真正的母亲 她不应该抛弃自己的孩子 好 谢谢 谢谢小林们 支持刘姐把这个爱心传递下去的观众 请举手 所以 你赢了 谢谢你们 好 请把我们手中的牌 请放下 刘姐 你现在怎么想 我现在是输的感觉 没有输赢 这样 不管你现在怎么想 好吧 不管你怎么 你现在怎么想 我们马上要进入的一个环节就是 要大声说出来 我自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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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爱心能够传递下去 等多久我们会愿意 我自己来 谢谢 谢谢 我自己来 我现在最想大声说出来的是 我现在最想大声说出来的是 请给这个大声台 装步电梯 哈哈哈哈 你看真的能不能 把这个事情 暂时先搁一搁呀 蜘蛛孩子这个事情 你赢了 你赢了 今天我算是白来了 也没有白来 我的观点 我的观点一直就是 尽孝要趁早 报恩要趁早 想象爱心也要趁早 但是我心中的结 把这个孩子 把他让出去 让给稍微调节好一点的人 也可以吗 行 我心中的结 已经被大家解开了 我同意 把周一林转让出去 但是 等我爸爸以后病好了 等我们家的经济复苏了 我还会继续 捐助那些贫困的小朋友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的小鹏阿姨 她有个愿望 不知道能不能请你实现 可以到大声台上 把刘阿姨这个称呼换一换 可不可以喊刘妈妈 或者舅舅妈妈 可以吗 可以吗 那就自己去吧 乖乖 好女儿 当我的女儿一定要坚强 嗯 你还有很多妈妈 你有很多妈妈 有没有那小鹏妈妈 很多关心你的朋友 她们都是你的妈妈 哎 哎 祝福你们 小乖乖也要坚强好吗 也感谢刘姐 也感谢我们的张大哥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啊 我又想起了曾经非常爱唱的一首歌 就是《巍巍爱的奉献》 其中两句歌词此刻又在我耳边回绕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 这世界将是美好的人间 爱心传递会让我们感觉能量很正 可是爱心转让会让我们觉得内心很失落 所以我想如果真的我们要把正能量传递的话 可能更多的时候需要我们说更有正能量的语言 刘姐 小依林 离不开的呢 她是你 而不是钱 尤其是在今天见面之后 让我们来资助你 给小依林的爱 只能通过你来付出 加油 您现在收看的是重庆卫视